今年是我们春晚的40年 同时我知道杨丽萍老师 其实已经是第7次上春晚了 第一次上春晚 到现在已经 30多年了 几十年 真的很有感慨 杨丽萍老师7次登上春晚 其实已经永远定格在了 我相信每一位 喜欢您的观众的心里 却志玲 这个作品应该是您第一次 登上春晚舞台时头的作品 是不是 杨老师 对 那个时候 我记得也是玻璃地板 然后一个很小的地方 给了一分多钟 把自己觉得最能动作 把它蒙缩在一起 第一次上春晚 那会儿紧张吗 不紧张 不紧张 好奇 觉得好像 跟我们在村子里一样 大家聚集在一个 打鼓场上 过节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那里 所有人都在那里唱歌 其实 其实它的体材挺重大的 我一直以来都对这个三星堆的这些文物特别出土的 我觉得特别神秘 这是亚俗共赛 亚俗共赛 你既要有艺术 要有观赛性 然后你还要有配合度 而且它是镜头感的 杨老师 杨老师为什么能够出这么多经典的作品 那是因为他对这个细节 有相当高的这个艺术的要求和造诣 真的 杨老师 谢谢 没有崇拜错 您太棒了